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卫跳动的大数据资源管理架构和Spark的部署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完全的基于YARN的离线资源管理 通过大规模的使用YARN管理大数据集群 然后可以有效地提高了Spark的资源使用率 然后同时降低了资源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离线的混合部署阶段 是通过构建YARN和Kubernetes的混合部署集群 然后更进一步地提升了再离线资源的整体的利用率 那通过这个混合部署的技术 我们可以提供 我们可以使集群和单机的资源利用率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那么更高的资源利用率的提升 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完整的合理手段 因此我们开始逐步推进Spark的容器化部署 那第三个阶段是设置里原生部署 是不同的架构不在 在离线的资源 在离线负载不在使用不同的架构进行管理 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统一的基础战和资源并持 那Spark的原生化也在逐步的构建完善中 那我们再来讲讲原生 原生化可以说是业界比较一致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为什么要使用原生 为什么要使用Kubernetes作为统一的资源管理架构呢 主要有三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高效运维 那我们Kubernetes它拥有敏捷的资源创建和 敏捷的负载创建和管理的一个功能 那无论是在线负载还是大数据负载 都可以通过敏捷的进行持续的开发集成跟部署 那第二个就是资源供持 我们的统一的原生体做的话 会降低基础设施的开销 那会进一步的提升资源流转的效率 那整体的资源利用率方面的话 那对整个的数据中心来说 也会得到了资源利用率的全面充分的提升 然后实现降本的增效 那第三点就是生态繁荣 那我们也知道Kubernetes拥有几乎业内比较活跃的生态圈 它通过提供一个统一化的标准的接口定义 然后是促进了很多上层次的一些生态建设 那比如说从最底层的运维架构 然后到上面的生产产品管理 然后到底层的一些网络跟存储的管理 也都提供了非常多方案 然后为Spark的原生化 就提供了很多便利的使用方案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字节的Spark规模 那字节的Spark拥有业界比较大的一个作业规模 它光国内每天运行的Spark离线作业数 就有数百万个 那占有的资源量有数百万盒 占数万张GPU卡 那整个大集群的节点数也达上万台 那如此大规模的Spark负载就证明了 如果要实现Spark的彻底原生化 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可能会有以下几个问题来请思考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作业部署管理 Spark作业部署 那我们是采用Cubernetes的 那我们是采用Sendalone的静态部署模式 还是用Cubernetes Native的动态管理 是否需要使用Operator 那在Cubernetes上 那我们Spark作业 如何做租户级别的作员管控 是在作业提交的时候进行管控 还是在Powl的创建的时候进行管控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如何支持Spark作业的批量调度 是在Spark作业提交的时候 那大量的Powl创建是否会引发那个调度瓶颈 还有就是如此大规模作业的一个架构迁移的话 我们如何做周边能力建设 然后打平作业迁移前后的体验 那在Spark探索原原生化的过程中 我们的业务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就是内部的搜索业务会有大量GPU需求量极大的 离线P处理的任务 那在线集训业务在低风可控出大量的资源 部分在线的服务无法用满GPU 然后导致整体的利用率比较低 那机器学习和作为Spark的重要合作方 那我们通过解决以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一起来完善周边的建设 就是Spark引擎策为相关的业务去定制了一些引擎墙 然后相关 然后机器学习这边的业务也用了Spark原生的 比如说资源 管理 还有调度方面的一些收益 那下面我们都来讲一讲 具体的Spark是原原生的方案 然后还有做的引擎墙 Spark原原生方案 开源的话主要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Spark Native模式 另外一种是Google开源的Spark Operator 那两种方案数字同归 最后都是调用了Spark Summit的命令行工具 那唯一的区别就是Google的Spark Operator的话 它是更加贴合那个Kubernetes的feature 自己用的原原生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是我们平滑前移 无需修改 无需修改 样的提交 无需修改样的提交 然后通过Uder Operator 然后提交到Google 或Google Scheduler 那另一种方式是Spark的Native Summit 它通过RC的Operator 提交到底层的Kubernetes集圈 那这里解释几个概念 第一个是那个Goder Goder是字节字眼的一个分布式的资源调度系统 它是脱管了Yan和Kubernetes的两者的资源调度能力 然后统一了两者的资源池 它的cota 然后进行整体的调度和资源隔离 那第二个呢是Uder Uder的话是支持Yan作业类型的Operator 然后它会改造一些Yan的RM和RM组件 然后第三个是RC RC是支持Kubernetes作业类型的Operator 它是字节字眼的 原源生的统一的大数据的Operator 它管理了Link、Spark等大数据的负载 那它们两个唯一的区别是 一个是Uder是兼容Yan协议的 然后RC是兼容Kubernetes协议的 那它们两个的底层都是共同附用了 Goder Scheduler还有Cublet的技术 那我们这次的实践呢 主要是纯运原生化部署 因此采用的是RC跟Operator 那RC Operator它的核心的功能是 比如说作业生命周期管理 资源管理 然后还有一些对引擎测的增强 那我们下面也来简单地介绍一下RC RC它的核心设计思路是两级的作业管理 它借鉴了一样的两级管理的思路 就是既有一个中心作业管理的服务 是Application Manager 然后它是负责创建和运行整个大数据 它是负责创建跟维护整个大数据作业 然后再由Application Manager去创建对应的计算Worker 那对应到Spark来说的话 就是由RC来创建Driver 然后Driver再根据所需要来创建对应的Executor 那我们可以 这样的两级的管理的模式呢 它是有两种好处 那一方面呢 就是它可以集中地进行管理跟表达 带着去作业状态 然后方便做一些作业管理的策略定制 然后第二个优势呢 就是它给予了引擎测 对于计算节点的一个充分的掌握能力 然后可以按需来进行资源的调整 那我们来讲一讲RC主要的一个六大模块 第一个就是RC的CRD RC的CRD呢 它定义了RC Application 跟RC Command的两种资源定义 那RC Application呢 它是用于描述具体的作业 然后RC Command是描述用于作业的操作 那Webhook呢 它是对Application跟Pod进行设置的注入和校验 然后Application Manager是整个作业生命周期的管理 然后PodSize Manager是整个资源的管理 然后Engine Manager 它是整个对一些计算引擎的定制 Scheduler Manager是调度器对接层 它完成了Spark和P调度器的一些对接 那基于这张图 整个Spark的提交流程的话 可以是从最上层阿诺德 是机器学习训练平台 它提交Spark任务 然后到Spark Client Spark Client添加了一些Kubernetes相关的参数 然后提交给那个整个底座Kubernetes 那在RC的模式下 Spark Client它会用内置的RC Client 去创建一个Spark RC Application 然后RC通过Web库部的一些预处理提交到API Server 那同时RC有用Controller 然后它会监听到那个创建Application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然后由Application Manager去生成相关的作业状态 然后再通过它获取到的Application内的相关描述去创建Driver Driver在按需来创建所需要的Executor 那整个的Executor的话 都是由RC来进行管控的 它会在创建的时候进行相关的一些配置注入 然后在整体的过程中 Driver跟Executor都会由PowSand Manager来进行管理 包括统计一些资源 然后将相关的信息发送给其他的模块 那Spark on RC呢 主要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Spark Native模式的一个演进 它主要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Spark Client中间内置的Communities Client变成了RC Client 然后我们的Driver它的管控组件变成了RC Operator 然后整体的Driver Pod跟Executor Pod 都是由不是互相鼓励的 都是由RC Application来共同管理的 那RC的具体的相关功能 比如说生命周期管理啊 复载频率相关的 我们就不在此介绍了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就基于第一节的业务的一些背景 然后我们引擎测作了相关的一些引擎增强吧 然后我们下面来举几个例子 来具体讲一讲这些作业 这些问题的产生还有几个方案 那第一个呢就是Executor UR退出 避免MPS状态异常 那这个的背景是 就是我们有一批在需要GPU的 那个Cubernetes的一些刷库的作业 然后它是需要 它是部署在Cubernetes上 然后是与在线业务同步 那他们通过MPS去共享速笔机的GPU设备 那MPS就是 你们一定要提供的Multi-Process Service的技术 那它可以允许同一时间 不同的进程对GPU实现空分复用 那如果多个进程 共享的进程有一个在执行Curl的时候 被Kill的话 非常容易引发硬件层面的费路Uception 然后导致共享此GPU设备上的其他进程 然后也退出 那由此可见的话 我们每一个进程退出的优雅性 然后包括做一些退出上面的一些处理 是非常必要的 那由于我们是运行在Cubernetes上 那可能会由于一些调度问题啊 导致一些炮的被异常驱逐 然后或者是资源耗尽被杀掉 然后我们通过从Driver Scooter 然后Demon和Worker的关系 然后开始梳理 然后详细地梳理了各个Scooter和Worker退出的一些情况 然后实现了在容器环境下 Scooter的优雅退出 然后并且捕捉退出信号 在退出前做CudaDeviceSync 然后来避免异常的退出 导致MPS的状态异常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通过Counter来解决大量PendingPause的问题 这个的背景是 我们Scooter作业会支持DynamicAllocation 然后也会默认开启 然后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会将麦字值设置得很大 那为了防止一下子产生大量的PendingPause 阿诺德就是机器学习信念平台 它会按照Max的Scooter值来进行Counter教验 这样的话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它由于这个MaxCounter的机制 那就说明 如果当前的队列的资源 没有满足它的Max 然后但是我的作业类型 其实是可以先将小部分的资源运行起来 但是由于这个机制 它就一直在上层排队 然后造成了一些资源浪费 这种排队的情况 那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是通过Spark Kubernetes Allocation Bash Site的参数 然后来控制每批拉写Pause数量 第二个呢是通过MaxPendingSpark Kubernetes Allocation MaxPendingPause参数 然后来限制单个作业最大的PendingPause数 那通过这些调参的话 我们是可以一定范围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同一时间段 大量的任务提交造成的PendingPause的问题 最后我们是通过WibbHook去check的对列的Porta 如果无Porta的话 那我们Pause创建失败 然后Spark去处理相关的Exception 然后添加创建Pause的策略 比如说我们指数增加创建Pause的时间间隔等 第三个就是混合非稳定资源场景 作业的一些现象性优化 这里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它调度资源的一些稳定性优化 就是我们在压测的过程中 然后发现了许多 就是Spark iSculptorPause的异常 就被拒绝的问题 然后我们经过集中排查 修复了一些Cube的逻辑中 存在的多个Race Condition的问题 然后使混合集群资源日均的极限前程率 达到了一个稳定的提升 那我们还做了一些相应的调优和改造 比如说增加GPU的指标 指标采集打点 然后可以便于观测整个集群 跟作业运行中的资源运行情况 然后我们第三个 比如说用一些Blacklist Speculation等参数的设置 然后提升了任务 对资源不稳定性的容错能力 就是Spark on Kubernetes的话 它也是需要很多的指标跟日志 然后来帮助我们一起去看集群和容器 还有作业相关的运行状态 然后帮助我们及时的去发现问题 然后并且解决它 那我们在整个Spark原员生化的过程中 然后和业务方一起去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然后也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trace体系 比如说RC Operator跟Girdr去提高了一些 提升了 提供了一些作业指标 然后整个Spark去提供业务指标 然后每个单机的Matches Collector 它会提供物理机和容器的指标 然后对于日志方面的话 我们每一个Node都会有自己的Log Agent 它会去不断地采集 指定路径下的所有日志 然后上传到日志系统上进行解析 那这些指标跟日志的话 都可以在Node继续学习计量平台上 进行的实质查询 然后并且也提供了一些数据表 可以供用户去做一些 更高层次的一些报表分析 然后帮助他们调游和一场发现 然后同时Node呢 也会做了一些相关的镜像管理 然后可以使Spark做到几时追星 然后上面的话 就是Spark原员生化的一些 领域生化的一些方案 然后还有在对业务方面 做的一些Spark引擎增强 那下面我们来有请张永强同学 来介绍一下具体办卡模型推理的生产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AMR的张永强 接下来大家介绍我们基于Spark 先推理时间 首先对我们的集群做一个介绍 我们主要分为离线集群的在线集群 离线集群这边就是以训练任务为主 主要就是关注任务的吞吐 主要就是V100 A100这些卡 然后在线集群主要就是在线推幅为主 然后延迟跟吞吐都比较关注 主要就是T4H这些小一点的卡 我们整体有10万加的一个GPU 然后我们的主要矛盾 其实就是说在离线集群 Quota其实都已经分配满了 也就是说从逻辑上来讲 我们的资源都已经分配出去了 但是同时我们的在线集群的整体的利用率 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提高的空间 另外内部也有很多的计算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就打个比方来说的话 我们整个集群就像一个大的柔器 然后这些高的任务 其实就像石头一样 石头可能已经塞满 但是石头跟石头之间 还有很多的缝隙 这些缝隙其实还可以塞很多的沙子 所以我们的问题定义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这些缝隙填满沙子 也就是说找到合适的可以再利用的资源 然后再提上合适的任务 那首先就是离线集群内的低优任务 这部分其实就是整体都在离线集群内 然后这个延迟都是不敏感 然后我们就通过低优先级 来使用这部分空闲资源 就有空闲的时候就调度低优先级的任务过来 然后有高优先级任务的时候就抢占低优 这些都是整卡的一个资源 然后它的供给的话 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律 因为离线的提交 它本身就没有太明显的这个规律 那隔离级别的话 整体是比较低的 因为都在离线集群内 其实就没什么隔离可以 那另一部分就是在线到离线的一个潮汐资源 那这部分就是把在线集群空闲的资源 出界到离线集群 我们整体是基于Vertra Kubler的实现 这部分也都是整卡资源 那它的供给呢 其实是随着右高低峰的起伏 有一个明显的规律 就在线这边右低峰的时候 就通过自动缩容 把资源空出来 然后出界到离线集群 然后等到右高峰的时候呢 又会就是扩容 然后把集群 把离线的泡道给驱逐掉 这个它的隔离级别 是一个中等的隔离级别 因为在离线的泡道是要跑在同一台机器上 但是卡呢 还是可离开的 然后再一部分呢 就是在线到离线的一个常态混合资源 那这部分呢 其实是我们把在线集群内 利用率比较低的GPU的一部分算力 出界到离线集群 这个主要就是考虑 就是有一些模型 它其实它用不满整卡 其实那些空的算力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量 都是可以再利用起来 我们整体还是基于VojaCubeLab 加上一个ByKuda 加一个NPS来实践 ByKuda呢 其实就是自研的一个KudaHook 然后它在上层呢 做一些显存隔离 然后十分复用的工作 然后下层NPS呢 其实做到空分复用 来整体提高它的隔离级别 然后这样的话 出界的其实是一个 非整卡的资源 就是说一卡多用 这一个卡上 可能有在线的任务 有离线的任务 然后它的好处来说呢 就是它的供给量 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因为这部分服务的话 它就是不太会自动扩缩容 对 它的量是比较稳定 好利用 它的隔离级别来说的话 是属于最高的隔离 因为它们都吵在同一张卡上 那常略恐怖的话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如何避免 离线影响到在线 这块 首先的话 显存隔离跟算力隔离 这是必须要做的 就上面说到的 白库大这一套东西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一套 负载自适应的动态出界算法 或者叫出界策略 它会在一个窗口期内 一个时间窗口内 就观察GPU的一些功耗 然后频率这些指标 来判断我们的离线 离线的计算是不是要避让 主动去避让在线的计算请求 这样的话 让在线少受到影响 另外就是MPS 比较出名的故障传播问题 上面有讲到 通过优雅推出来解决 这边有我们的一个示意图 一个效果图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在混步前后 我们的吞吐 在线的吞吐 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延迟大概增大了0.75毫米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它的利用率从原先的10% 以下提升到了70% 这样的话 整体的从这个社会上来看的话 就是对在线影响很小 但是利用率提升了很多 上面讲了资源 后面就是看任务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沙子 第一个就是它的需求量 一定要多大 不然的话折腾起来 也没有太大必要 另外就是这个任务 它的大小尺寸也比较适中 也不能搞特别大的任务 不然的话 这些都是 本身就是碎片的资源 或者是一些 边边角角的资源 其他任务也不太合适 另外就是说 这部分任务呢 它不能重度消耗 这些不可合理的资源 比如像磁盘 网络这些 你搞一个大杀破的任务 可能直接把在线给干挂了 非常不好 另外就是说 我们的任务 要能够适应资源的自动扩缩 因为这些资源 都是一些弹性的资源 在扩缩的时候 在扩的时候呢 那任务要自动用上来的资源 缩的时候呢 也不至于被这个缩容给搞挂了 然后我们就锁定了 基于斯巴克的离线推理人 这个首先就是说 内部有大量的离线推理的需求 需求量足够大 另外就是说 推理任务 它的流程相当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而且XQ的之间呢 也没有什么通信的需求 也不需要说在线的那些卡 就不需要RDMA啊什么这些 另外就是说 大量的数据 其实本身 它就是在HDRS Hive这些地方 它跟斯巴克是天然亲和的 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要借助斯巴克的 那个数据处理 跟数据分发的能力 还有就是基于Dynamic Allocation 来做动态扩缩 整体都是比较符合 我们的一个规定的特点 就是锁定任务之后 其实我们要做的 还是把最佳实践 尽可能的封装起来 不要让用户去老是 刀工火种的 对我们这边有我们的 SDK的一个示意图 就是一个Tidybox 支持了Pytos TensorFlow 这些常见的一些模型推理 同时呢 支持了一个partition级别的 checkpoint 那这样的话在 比如说资源回撤的时候 其实算过的 算过的一些partition 其实就不需要重复计算 避免一些算力的浪费 另外就是我们支持Batching 然后这样可以把 整体的利用率打上来 有了SDK之后呢 其实平台建设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我们也不希望用户 就直接spot submit 来执行一些东西 然后也不好管控 我们整体是与 安德基地学习平台 作为底座 统一管理这些资源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同场景 他们切换资源 其实非常简便 另外我们基于 Notebook来开发调试 这样的话 不用去手动去 sql submit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一些 我们认为 比较必要的一些变量 都可以提前设置好 这样而且用户 也可以单部调试 相对比较方便 另外就是我们 在任务的启动方式上 基于可以支持 基于上游事件出发 然后定时出发 API出发这种方式 这样方便用户 比如说要组一些pipeline 或者说用户要做一些相对的自动化 那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灵活实现 另外就是任务的运维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用户可以查看这些历史上运行的任务 然后对有些任务 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 可以一键回溯 这些 然后这些任务跟资源的匹配 因为这个spark推理任务 它也是分了很多种类型 一种就是说 突发紧急需求 这部分可能就是说 需求量 资源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然后时间也比较紧急 而且通常是一些非常规的需求 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主要使用资源 就是离线DU跟潮汐 这种比较整卡的资源 算力比较强的资源 来填这部分的需求 另外就是批量回溯 批量回溯主要就是 可能各把月要跑一次这种 任务资源需求量 相对也比较大的一些任务 紧急程度就是一般紧急的 然后我们会用潮汐啊 常态恐怖这些资源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 就是例行的任务 它可能是天级别的 每天又出结果 资源需求量是中等的这种 我们会用相对更稳定的 就是供给更稳定的 常态恐怖资源 来支持 这是整体的一个使用方式 这边有我们的一些数据 然后峰值的话 大概有一万加的一个潮汐GPU 从在线出界到离线 然后常态恐怖的话 大概是两万加 而这部分呢 也因为在离线的恐怖呢 它整体的就是利用率翻倍 然后离线推理任务 大概每天有100多 然后最高的任务 单任务最高的话 就是5K加 这个也是我们主动限制 不然用户可能会提得很猛 一下把资源全占着 然后我们的刷库任务 一个典型的刷库任务的话 从原先需要稳定资源 这种就是9.5天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弹性的资源 然后让它一下缩短到7.5个小时 就能完成 对 好 未来展望这块就是 我们的弹性混合资源 但还是要继续的去做到更多 然后让整体的利用率更高 然后我们整体的资源呢 也要去更加的去优化 一个还是说 尽可能避免对在线的影响 还有就是让离线也能用得更多 拟合到更高的一个利用率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接入更多的业务 然后把整体的规模扩大 拿到更多的收益 同时呢 也要让整体的性能呢 做得更好 同时让用户端 用户的任务呢 也是尽可能的减少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资源回退 这些引发的问题 好 谢谢